2024台北国际春季旅展在今天正式登场 多种海内外的行程促销 但是却有民众发现 旅展的现场其实还是以国外的行程居多 即便出现了国内行程 但是大多也都是在推离岛观光 有旅行业者坦言 主要的确就是因为4月3号地震发生过后 东部地区除了出现旅速退定潮之外 其实询问度也是大减了三成左右 因此有业者干脆不推花东行程 把主力放在离岛旅游上 春季旅展盛大开幕 周五一早就满满人潮 抽红包是手气 也看看接下来可以出游的行程 比较希望泰国那边 到蒙古 蒙古国 去那里看一看 随机询问不少人都选择出国旅游 国旅市场热度依旧回不来 再加上0403地震重创东部地区的观光 花东县市询问度更是大砍至少三成 跟之前比起来的话 扣除取消地单的话 大概少了之三成至四成左右的一个订单 不少旅行社摊位都没有看到 花东行程的广告 业者也坦言 正后担心民众不敢去 只好减少推出花东行程 主力改推离岛旅游 像是澎湖花火节 马祖蓝眼泪等 都让离岛询问度升高 不过机会却有限 现在花火节的部分几乎是一票难求 因为国外限飞了嘛 所以它的部分航空公司的部分 可能机师会不足 国外旅游市场热落 国内观光市场又遭逢天灾后的冲击 两边市场异后复苏的差距 恐怕越来越大 记者 真正黄明胜特报道